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高兴的去参加兄弟的婚礼 没想到兄弟因酒驾被抓 于是让水哥代替自己完成婚礼 却没想兄弟居然是逃婚 跑到国外逍遥了 水哥向新娘解释 却没想新娘居然是和兄弟串通 目的就是嫁给水哥 就这样水哥娶到了貌美如花的妻子 B 接下来他碰到了一个女孩要跳江 此情此境 水哥正义感再次爆发 顺手救了他 原来女孩的男友一听自己的大哥是黑社会 吓得提出分手 此时女孩的大哥赶来 见此情景立马把妹妹徐配给了他 就这样水哥又娶了贤惠的妻子C 不得不说 水哥的妻子真是一个比一个漂亮 为了不穿帮 也为了做到鱼路均战 水哥将他们安置在了同一栋楼的不同楼层 就这样开启了一副三气的生活 他告诉妻子们自己工作太忙了 只能三天会辞家 每次外出 水哥都会站在楼下 和他们嬉戏相别 保安看得目瞪口呆 而他的妻子们都十分爱他 对他没有丝毫怀疑 但实际上 水哥也有发自内心相娶的姑娘 她就是水哥的县女友 D 这位姑娘叫前面的三位妻子 多了几分野性之美 水哥每天忙的 那是不可开交 在四人之间周旋不断 而每逢节日 是水哥最头疼的时候 几位妻子都要求他 必须在家 于是他心生一计 他站在天台上 披着月光而来 成功给三个妻子 同样的惊喜 本以为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 但事情总有一外 机缘巧合 几位妻子竟成了好闺蜜 他们聊天 逛街 亲密无间 然而更糟的是 他离婚多年的父母 居然纷纷来看望儿媳 而他已然记不清 给父母的照片 到底是哪个妻子 没办法 他带父母分别见了其中两个 隔天 三个妻子准备出门时 恰巧碰见了水哥的父母 他们都以为 自己的婆婆和公共谈起了恋爱 随后 三人一起来到俱乐部 正好碰到水哥的女友 蒂 几人误打误撞 成了无话不谈的好友 而随着水哥与女友的感情 越发稳定 大婚的日子即将到来 女友也交情几位闺蜜 当他的伴娘 为了不让事情败露 水哥煞费苦心 他让所有边客 都穿上新郎新娘的服装 带上面饰 让大家都认不出来 而另一边叫上自己的好友圆场 就在婚礼按部就班的进行时 一个意外导致水哥面试掉落 在场的人全都惊呆了 水哥的母亲知道真相后 上来就是一记而光 并指责他 同时伤害了四个女人 无奈 水哥只好把前三次结婚的前因后果 说了出来 一番生泪俱下的讲述 拨得了妻子们的同情 他们觉得 水哥是个重情重义的好男人 当即原谅了他 而影片的最后 水哥和他的四位妻子们 过上了没凶没臊的幸福生活 好了 小水母最后重申一次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 一夫四妻奇婚记 喜欢这部电影的小伙伴 可以私信我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